新世代的孟姆三千 雖然說小孩的教育不能等 但是現代真的還有人 會為了小朋友的教育 一直不斷地換環境 甚至是搬家嗎 我覺得對我來說 真的有點難以置信 是 你有為了這樣搬家 什麼之類的過 沒有 就一直在那兒 我們家很 羨慕啊 羨慕 可是現在其實有很多 而且我們家附近 剛好也有我覺得 想要讓我女兒去讀的學校 所以就剛剛好 就剛剛好 對 因為其實會搬家 或者是換的新的環境 其實考量的點有很多 不管是這個學校的課業 甚至是同儕 有時候覺得說 我們班上有同學 沒有那麼好之類的 可能又換了 所以今天就來了幾位媽媽 是真的有換學校的媽媽 真正的新世代的孟姆 有搬家的 歡迎五位 小可我知道妳是很瘋狂 妳現在還是在自學嗎 自學結束了 其實就是因為哥哥想要回 因為哥哥現在國中 所以他要進入到國中階段 我們就在討論說 媽媽要幫妳再申請自學 還是妳想要回學校 那因為他在國小兩年 在自學的時候 其實他的同儕是一隻 不太穩定的 所以他就說他想要回學校 那對於我來講 我會覺得蠻辛苦的 因為自學是不在體制內 所以當他要回學校的時候 他其實又回到了體制內 無論是國際學校 或是一般學校 其實都是 試應力什麼的 對 然後 但他有這樣的想法 我跟他溝通之後 我就決定 好 我幫妳去應徵 去考試 結果找到了學校 就讓我覺得 天啊 這輩子 我如果不是為了孩子 我應該不會做這樣 做這件事情 什麼事 我們全家就搬到台中去 對 我們現在住台中 對 我們現在全家都住台中 所以妳今天是從台中來的 現在還沒有完全 因為現在暑假 所以還沒有完全搬過去 但下半年度就是台中人 就完全戶籍都會在那個地方 可能就是會住個十幾年那種 一定會住超過十年 因為孩子們最小的 現在才三年 可是妳一直都是住在台北的人 我一直都是台北人 妳也是一半高雄人 但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會為了孩子 搬到我們 不太熟悉的層次 對 好 因為他們手上都有這個 圈叉牌 所以我們就一一來講 所有家長在乎的事情 那如果覺得有在乎的話 就可以舉圈 首先呢 比如說像是 學校的師姿 優質程度呢 這個你們在意嗎 圈叉 這很重要吧 對啊 這應該 每個人都會在意的點吧 比如說妳如果進了雙語班 然後老師自己口音都是 不對勁 但我覺得口音這件事情 就會變成 因為畢竟他們還很小 因為我女兒就是上那種幼幼班 你知道因為其實我也會很糾結 就是兩歲到底要不要去上課 但我又看了很多幼兒園 而且每個人都會跟我恐嚇說 台北是幼兒園 要很少就去排隊 對 然後妳要打電話還要預約 然後妳就是要去面試很多間這樣 但我就是會比較重視就是 老師有沒有耐性 因為畢竟幼幼嘛 她需要很多的引導 對 然後她上學就是希望她不要害怕 然後所以我那時候就去看了很多間學校 然後老師就跟我說 媽媽妳喜歡沒有用 妳小孩喜歡才有用 對 因為我們進去看是看一種 對 但她說小孩喜不喜歡這個地方 就很直接這樣 很明顯 對 就是如果你把小孩帶到這個學校 然後她很快就融入 或者是有一些東西吸引她過去玩 她就根本不太理會父母 就覺得這個小孩 這個學校是適合這個小孩 因為像我大女兒 就是我們差不多讀同一個幼稚園 可是老大就上課上得還不錯 可是老二就 摳了大概一年 就是說她就是死不去上課 可是明明就是一樣的環境啊 所以又一步要問題出這樣 我覺得跟小孩子會有差 因為我女兒第一次去的時候 她就自己進教室 然後拉椅子 然後就坐下來 然後人家在上課她就走進去 然後就拉一張空的椅子 然後就坐下來 然後別人拍手 然後她就跟著拍手 然後我就想說 她怎麼那麼想要融入 因為我還想說兩歲有點小 怕她表達得不夠好這樣 然後第一天上課的時候 我還想說一定會上演 那種十八相送的劇嘛 她就 拜拜 趕快就進去了 這麼獨立 對 然後上學也沒有哭過 然後連假日她都說 媽媽 我要去學校 因為她想說 家裡到底是沒有溫暖進去 在家 學校太好玩了啦 只要去學校耶 只要離開家 所以目前她上課的狀況 都是非常好的 非常好 因為我小時候 我媽都是丟我去那種 要一直上課的 譬如說一直背英文單字的 對 的一些學校 那我就想要讓我女兒玩得很開心 所以那間幼兒園 就是她有室內室外 她連夏天 她們都有一個小水池可以細水 然後還自己養鴨子 還有種菜 這麼好 對 然後還有養烏龜 就是她們有很多小動物 然後還有足球課 就是小朋友她要一點體能 因為我就很怕她們每天都坐在那邊 然後就都不 就是都只有一直在念書這樣 對 然後所以我就想說 我希望她可以多動一點 在學校把店都訪完 妳這一間幼稚園是立刻 妳要讀就直接進去讀 沒有 我就是 就是因為妳要先去看嘛 然後因為我那時候就排了幾間 然後我就第一間就看了這一間 然後我看完之後我就非常喜歡 然後我女兒也很喜歡 可是應該很多人搶著要讀吧 很多人搶著要讀 然後所以妳就要趕快就是要 就是要就是 趕快跟她講說 我想要念這一間 然後看還有沒有那個名額 這樣 然後因為 幼幼有些小朋友就會 家長會考量 他會覺得說可能兩歲去會太小 但我就還是決定 讓她去試試看 然後我還就想說 第一天上午 我中午就把她接回家 想說因為她離開 好了 是我自己不適應 然後我就中午去接她 我一開始還是覺得 對 中午就OK了 不然她才幾歲 對 對 中午才兩歲 然後我就在門口這樣 然後就很期待 她會看到我這樣 媽媽這樣 那走出來一臉不甘願 她就這樣 我不要回家 我說 怎麼會這樣啊 媽媽來接妳 妳不要回家嗎 不要 我還要玩 然後我就想說 學校多好玩 我想說到底有多好玩這樣 媽媽已經去起來了 她第二天就念全天了 所以妳並不需要 因為女兒的學校 改變什麼妳的生活環境 有 我也是有 我很喜歡搬家 就我覺得 小孩的每一個時期的需求 不太一樣 譬如說她嬰兒時期的時候 她不太需要一個多大的大圍 妳覺得很好掌控 但是當她大一點之後 開始會走路之後 因為我們原本是 會走路之後就要搬家 因為我們是 她就是每天都要去爬那個樓梯 又是大理石的 我看了就覺得 很害怕 然後那個樓梯的動具又很大 我想說她萬一一個不小心 然後她就會腦補很多劇情 然後我就跟我說 她每天這樣爬這個樓梯下去 我好像都不要睡覺了 很安眠 對 然後我就說 不行 要換一個平面的 就是讓她沒有樓梯可以爬 對 因為 妳有樓梯她要找我們 她就要想辦法走那個樓梯 那我就會覺得很緊張 再加上 對 然後我就說 那就搬家 所以妳第一次搬家 是為了小孩開始會走路 樓梯之前我搬了一次 是因為我們住的那個環境 我一開始很喜歡 我覺得很美好 結果後來發現 因為她靠山 後面就是山 很多妳叫得出叫不出的籌 妳都看得到 會飛進妳家 會飛 就是因為她是 就是整排 她晚上的時候 如果妳有一盞燈是亮的 妳一打開來之後 妳就會發現那種很多 那種白色翅膀的 虛光性 然後莫名其妙 然後後來 因為我本來就很怕蟲 然後有很多蚊子 那小孩就是怕會被蚊子咬 然後蚊子就算了 他們說 妳不知道我們這邊 現在還會有蛇嗎 我說蛇耶 太驚人了吧 蛇 然後呢 他們都說 對啊 而且就是如果妳要叫人家來抓的話 沒有那麼怕 我建議妳在門口自己放個桶子 看到可以先放進去 我是什麼意思 我好好自己 殺石灰粉 就自己抓 妳殺石灰粉一樣 虛蟲 虛虛一樣吃灰粉 對 然後後來鄰居就跟我說 他們有人在二樓的廁所 發現一條蛇 然後我就在那個聊天室裡面看說 是我會尖叫 就是妳會看到 很大型的蛇是不是 就是 蛇不管小或大 其實對我來講都 都會想一樣 對 然後我就想說 蚊蟲你知道我很困擾 還有蛇 我可能就沒辦法 對 然後我就因為蛇的關係 那我就先落跑過一次 然後後來又因為樓梯的關係 然後我又搬了第二次 算還是有搬到家 所以其他人也是覺得獅子 我舉猜 我覺得獅子還滿重要的 就是 但是我覺得 少許也舉圈 但是我覺得現在很多媽媽 就是可能生第一胎的 就是會覺得說 英文 英文什麼都要英文 但我以前一開始 也是給小朋友三歲的時候 念過一個全眉語的 那時候也是其他媽媽 就是虎媽類 她就說那個很好 那個英文教得非常好 什麼中班就會聽說讀寫 大班可以寫文章 然後那時候我心裡想說 蛤 但是因為畢竟她是前輩 她小孩比較大了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去念看看 結果念了之後呢 我就發現小孩回家 都悶悶不樂 因為在市區的 學校他們都很小 對 然後小孩每天除了英文 真的沒別的事 他們的那個校外教學 其實我會希望小孩 比較有像私家這種 有什麼羊羊 可以去戶外看看 探索大自然 他們的校外教學 給我去旁邊的全聯 去逛全聯 逛超市 然後覺得天啊 這個不是我們自己 就可以做了 然後就小朋友回家之後 那種悶悶不樂感覺 因為又是兒子 然後就覺得 真的不行 她有很多能量想要釋放 對 而且她那種不開心 就是就算你滿口英文 我都覺得沒有意義 而且那麼小 我就覺得沒有關係 所以後來就把她轉到 一般的雙語的幼兒園 那個英文的量 絕對沒有全美語那麼多 對 可是我覺得她很明顯 比較開心 而且最恐怖的就是 裡面的外國老師呢 有一次就是她跟我說 小朋友畫畫要畫在 那個線裡面 但是因為她是三歲嘛 那時候她畫畫都會 小肌肉還沒發展好 她都會畫出來 然後我就回老師 因為他們都要寫一個 護照就聯絡簿 而且老師沒有直接跟你溝通 都要透過那個聯絡簿 然後我就寫說 他做了一件事 我就想說他可能好玩 結果老師回了我 就是他教育家長 對 他就說 這個跟他什麼發展 什麼有關 然後什麼什麼 就是他一定要遵守規定 結果他會給家長 那種滿滿的焦慮感 然後再聽 好恐怖 在學校要說 沒有中文 那結果後來小孩 後來不是轉出來了嗎 他現在一年級 他有一次跟我講說 媽媽以前那個教授 他雖然說沒有中文 但是他會用中文罵我們 外國老師 他是外國人嗎 他中文其實很好 他罵小孩 怕他聽不懂 他罵人用中文 確定他沒有聽懂 確定我們 對 你有聽懂我罵你 然後我後來回想 才覺得好可怕喔 可是小可 妳覺得失失不重要喔 絕大部分 我們在挑選的 其實我們都幫孩子 過濾了一次 因為我發現到 我第一次幫孩子們 做這個轉變的 其實從幼稚園就開始了 因為我第一次幫小朋友 做幼稚園的轉學 其實是因為 他原本在那個幼稚園 非常好 可是因為我的孩子 本質就是一個 你給他很多的保護 他就 那我希望 他不要一直在這樣 因為在家裡面 有長輩 有各式各樣的人 因為那時候只有老大 所以我覺得 他是被保護的 但如果他到了學校 老師還這樣對他 我覺得他沒有學到任何東西 所以你說 師資到底優不優質 我覺得非常優質 只是因為我的孩子 不適合那麼 那麼有愛護的環境 他需要有條例的 於是我們就找 真的找到一間 我跟孩子們講 我說你辛不辛苦 因為所有的餐具要自己洗 然後被子要自己折 然後早上如果你晚到了 你要先在外面等候 你不可以就隨著搬進去了 你小朋友在上課 你不可以打擾到人家 所以我覺得 我的孩子適應的狀況 是因為他在家裡面 已經被很呵護了 所以如果他到學校裡面 再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我可能沒有辦法 給他很好的規矩 所以那個時候 我選擇第一次轉學 並不是因為學校的優 老師的失職 那可是我覺得 現在的父母親 可能更多的需要 去觀察孩子的反饋是什麼 就是他如果真的覺得 老師對他說出了不好的話 那個時候可能就已經不是關他 他可能真的很會教 他也是很厲害的碩士 或者是很厲害的博士 可是他就是 EQ有很大的問題 對 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我比較在意的 對 OK 所以你聽這些東西 你也會在稀許嗎 一直都會啊 因為對 有一天 如果有小朋友的話 我覺得沒事 你也有啊 你也有這個兒子嗎 兩歲那個 對 可是那個別人在顧 所以 你都一直講 講到時候 你都就是 糟了 亂講的 唉唷 你看 朋友都 比如說我以前 好超喜歡派醉客的 現在都說 你要喜歡他 人家做我小孩了 你每個人講的 都是你亂講的 你不要一直在洗他 真的 不是你亂講 真的 真的有啊 沒有 我沒有 你幹嘛不承認啊 沒有啦 還沒啦 你不是很愛他 我很喜歡小朋友 但我還沒有我的小朋友 你的公仔不是都買給他玩的 首先才弄壞一隻 沒有啦 好煩 對啦 什麼都聊 什麼都不奇怪 這句話好老派 快來訂閱小姐不吸地 記得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喔 哩哩哩